穿着病号服,挂着针痛棒, 郭敬健的手臂长着,层层的绷带。 即便这样,他还是放不下科室的手术, 坐在电脑屏幕前,看着同时操作,并给予指导。 这是记者日前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介入室内见到的一幕。 粉碎性骨折带来的疼痛,让郭敬健时不时轻皱眉头。 郭敬健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从业二十七年,擅长关心病和心律失常的介入诊疗。 四月十六日上午,在上班的路上,郭敬健不胜摔伤, 经检查右手左部阴嘴粉碎骨折。 急得来上班,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有点滑的地方就摔倒了, 整个电动机器就撤翻了,撤翻了这个, 我的头盔就甩出十几米远。 那当时还有一些关节这个扭啦,这种错位啦, 就一拍片就是骨折了,骨折主任一看,说你这个要手术。 入院后,急诊科的一个电话,让郭敬健决定将自己的手术推迟。 听说这边又来了这个急诊了,心肌梗是, 那当下呀,那手术可能跑到下午嘛, 那我就先把这边先做了吧, 我急诊他比我更急吧, 我反正下午还说他的更急性格呢, 是要会要人命的一种病,危重病。 所以我们做完了,我们也很高兴啊, 那病人终于可以我们给他一点帮助。 忍痛八个多小时,创着病号服务, 郭敬健就这样坚守在岗位, 与同事联合开展心脏介入手术。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郭敬健坦言,治病救人是一份责任。 眼睛就盯着这个屏幕,盯着这个影像, 盯着这个心电,盯着他的病人的血压, 我们反正转移注意力倒不觉得, 原来是一条路, 后来杂草重生把他的路掩盖住了, 现在我们又把这个血管的这条路 给他找出来了, 历经千辛万苦, 把他找出来了, 那种快乐不是能够衡量的。 在医院不少同事的眼中, 郭敬健都是拼命散栏, 除了在心内科任之外, 他还担任介入科主任, 封管动态心电图室的工作。 作为科室带头人, 研究生导师, 在郭敬健的日常中, 十几个小时的超常规工作几乎是常态。 日前, 郭敬健所在的心内科, 有多名医护人员随福建医疗队支援湖北, 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郭敬健也不忘给同事们点赞。 他们也很辛苦, 同时他们也做出了机器的努力, 也帮助了病人的康复, 我觉得他们也是由衷地感到的欣慰, 我也是由衷地感到欣慰, 为他们喝彩。 下午五点, 完成最后一台介入手术后, 郭敬健回到了骨科病房, 经过手术后, 他的情况良好, 但还是需要休养两到三个月。 郭敬健笑着对记者说, 自己也是闲不住的人, 只要有危重病人的手术, 他就会到介入室和团队一起工作。 在临床上要进行传扮带, 学经典, 拜明师, 做临床, 就这九个字。 我觉得这一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才能新兴之火, 才能疗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